知道吗 那是康乃馨在菜市场跟民众拨干净 母亲节才到花莲栽区送暖的柯文哲 端午节前打算再去一趟 那用不同的方式是用骑乘脚踏车的方式 深入民间 那这一次的民间行程 其实有吃有玩又有运动 所以也希望能够借由我们来带动一下 近期的观光 不同于一日北高双塔铁腿行程 柯文哲两天一夜的花莲游走慢活路线 想透过柯阿贝的吸粉能力 振兴花莲灾后经济 双名声摆第一 但政治可不一定能放两边 近期花莲王傅昆奇主导的花东交通三法 喊出7月16号前拼三毒 几乎快要戳破国会蓝白盒的粉红泡泡 现在傅昆奇的部署还发布国民党 如果有提到说要赶在7月16号之间通过 至少我不会投降通 我相信台湾民众党没有清楚要换这之前 少也协商的共识 张奇还挑明了不接受硬着干 柯文哲现现受访一谈花东法案 也立刻撇清关系 说这可不是民众党的提案 而蓝音内部同样有杂音 朱立文私底下说 花东三法已经被黑了 所以很难去推 主席这样讲 特别是朝野四文表决大战后 蓝白艳战分为农 既然如此 周末打算花莲走走的柯文哲 会不会跟地主富士夫妇见个面多聊天 找到双边共视觉 他是一个民间活动 那我相信就一切顺其自然 国会直选法修法 蓝白同一阵线 让民众党短时间 难甩覆随组织标签 现在花东三法 这颗探索身语 白银更得谨慎拿捏 与傅昆奇的距离 金星文终合报道 谢谢大家